澳大利亚如果终止铁矿沙的出口 中国的产业还能持续下去吗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唯 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对不对 太棒了 每天都看时事 我们讲的是新闻 当然来讲在新闻的背后 都有很多故事 当然现在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 就是中澳关系的如何发展 因为我们看到在前天的时候 中国发改委发了一篇声明 对不对 在这个声明当中讲到几个字 非常的让大家觉得说 中国对不对 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这个由发改委 大家知道发改委在中国 它基本上对中国所有的产业的规划 它有一定的决策高度 这次发改委的表态 让中澳之间的贸易往来 让大家更加的担忧 因为话说自从特朗普上台 17年之后 澳大利亚突然之间 跟中国有将近20年的那种甜蜜关系 开始生变 话说2014年11月 习近平到澳大利亚访问的时候 对不对 跟澳大利亚总理两个还一起宣布 说我们澳大利亚跟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怎么样 就代表两国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密 就从08年金融海啸风暴 澳大利亚能够渡过难关 对不对 我们曾经讲过 就多亏中国 对不对 不断的跟他买天然气 买矿产 买农产品 什么澳大利亚就算 在08年金融海啸风暴当中 第一个恢复过来的国家 因为他生息了 对不对 表示他的经济复苏了 回头再看这些年的努力 实际上在2017年开始 双方两国之间的味道就越来越不对劲 接着华为5G 对不对 不许参加澳大利亚的5G建设 就华为必须退出 什么原来从南太有一条海底光缆 又电缆 光缆经过新西兰澳大利亚到什么中 我后来又不准华为做 所以这都是看得出来 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际上在跟美国总统是谁 有一定的关系 对不对 说实在话 现任的澳大利亚总理Scott Morrison 他以前当财政部长的时候 还去过中国访问 谈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他是澳方代表 那时候多好 那时候拿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 但现在意识形态已经挂帅 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 在这种美国认为 必须跟中国做一个 其实就是对抗的情况之下 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但是美国讲的比较好的技术性 说我们叫竞争与合作 对不对 竞争与合作 媒体对抗竞争与合作 对不对 你讲起来好像合理 对不对 我们做生意不都这样吗 有竞争也有一些合作 但是实际上这次看得出来 这个压力之大 让中澳关系已经陷到了一个瓶颈 但是很多人就在问 从大概去年开始 澳大利亚的红酒 木材 牛羊肉 对不对 甚至连大麦什么东西 一样一样在进口中国的时候 受到一定的限制 当然中国这边也有很多理由认为 譬如说你的价格有倾销的嫌疑 当然现在就变成可能要到WTO 去打跨国官司 大家去仲裁 让WTO来仲裁 到底中国的做法 对不对 怎么样 但是连澳大利亚的煤都受影响 甚至前一阵子 中国在冬季的时候供暖 出问题 有人说就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煤不够 当然这个未必是关键 当然刚刚过去的北半球的冬天 还比较冷 但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 实际上是必须承认 这个过去真的是 从中澳建交 70年代到现在 因为中美建交之后 中澳很快就建交了 对不对 跟当时的台湾中华民国就断交 马上跟新中国建交 这个态势是跟着美国走 当然我们前面有几集有讲过 说因为当年在二战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就看到了 必须要跟美国走这件事 跟着英国走已经不行了 对不对 当然讲到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这个地方 我想很多人都去过 对澳大利亚印象 尤其是达林港的歌剧院 多有气派 如果能在里面吃一顿晚餐 那很棒的一件事 对不对 外面的人扒到窗户看你 这感觉很好 如果到歌剧院 随便再听一场歌剧 这感觉就不一样 好像这个世界几大景点 你都去过之一 当然讲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实际上来讲 大概差不多在5万年前 对不对 我们今天从地图看世界 要讲一下地理课 来 这个5万年前的澳大利亚 实际上当时是在冰河时代 当时的地球 就连快赤道附近都很冷 整个地球因为太阳的关系 当时地球非常冷 整个南北极 一直覆盖 基本上在赤道附近还会下雪 你就知道当时的地球有多冷 那不用说澳大利亚这一片大陆 澳大利亚这块大陆 就被冰河覆盖在上面 积雪非常深 但随着冰河时代慢慢要结束了 对不对 这海洋的水的面积 慢慢在上升的时候 就有来自东南亚这边的人类 就慢慢沿着 那时候海 其实没那么多 有一些还结冰什么 他们就滑着这个艇 就慢慢经过新几内亚什么什么 就来到了澳洲这片大陆上 所以澳洲大陆 如果我们去追溯 现代的考古历史可以发现 大概4万年前 就有人类来到这片土地上 就是澳大利亚原住民 他们大概当时最多的时候 有100万人口 大概分成20多个部落 在不同地方 彼此之间当然也打仗 什么你来我来了 好 这个4万年就过去了 4万年过去之后 到了大航海时代的后面 英国就开始要做一件事情了 因为当年西班牙发现 美洲新大陆之后 对不对 吃香喝 那个风光到不行 对不对 英国后面上来激起直追 他就要去找 对不对 看他能不能也找到一个 所谓的新大陆 因为当时人类的 对地球对大地里的环境 还有很多人相信 地球是平的 对不对 你开船一直开 你会掉下去 所以他们那时候还是很多人不相信地球是圆的 到最近 还有人说地球不是圆的 还在那拗 有些人说从太空看地球是圆的 他说那是视角错觉 好吧 地球是不是圆的 这就不去讲了 那经过这个 到了这个1770年的时候 英国就觉得说 为了避免澳大利亚被占领 决定这个要做一个改变 因为在1970 大概因为英国这样讲 我们昨天讲商业革命 对不对 商业革命之后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 蒸汽机取代了劳动力 因为商业革命大量的人口慢慢集中成事 好 当时因为没有蒸汽机 劳力秘籍产业 对不对 像那个听说做的火柴棒 要找那个铜工 用那个木棍去沾那个铃 对不对 沾那个 那个时候就这样 后来发现了有蒸汽机 发明了蒸汽机 开始工业化 就大量的英国人在城市里失业了 工厂不要那么多工人了 好 那犯罪率上升 治安不好 又有窮骂 去偷去抢 所以英国当时就修了一个法典 就很严的一个算是刑法 这个叫做血腥法典 这个血腥法典简单的讲 偷资机可能都是死刑 你就知道多严重 大概在当时的这个法典里面 有200条法律 这个人触犯了是死刑或无期徒刑 你就知道那个血腥法典有多严 当然现在英国只剩下20个法 就你触犯20种法律是会涉及到无期徒刑 但当时是200多 什么偷鸡摸狗这种事就死定了 那当然来讲 这个英国有一些是不是死刑的 就要关在监狱里 好 监狱关关关就关不下了 偷只鸡 偷个鸡蛋也关起来 要无期徒刑 对不对 好 监狱就满了 满了之后 英国人讲说我们船很多 把这些犯人就关在海上的船 也不要怎么看守他 他有本事游 他游不到岸上 对不对 就淹死了 所以就让他们睡在船上 他睡在船上以后 卫生条件不好 环境不好 死的人又多 英国就这样讲 这舆论也有点反应 觉得说 搞了半天怎么那么 我们那么高贵的大英帝国 怎么搞得那么邪恶 对不对 说这样好了 把这些人送到美洲新大陆 送到美国去 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那边种棉花 因为那时候还没搞独立 对不对 然后种棉花去 农场主你要不要 我给你一点罪犯 囚犯 送到你那边去 让他们去劳动 然后改造 之后 这样对你也有劳动力 所以当时有大批的这种 所谓这种血腥法典的罪犯 去了美国 后来美国独立了 就不要了 美国说我跟你要分清楚 我不要你的罪犯 对不对 我去非洲买 非洲比你们这些英国人 能用得多 对不对 就撞 所以有了黑奴 好 那这英国怎么办 他还是有那么多罪犯 还是没解决 他就突然看到 在当时 后来因为库克船长 当时发现了澳大利亚 那英国就想说澳大利亚这片地 当时英国跟法国都在这附近找 他们找到澳大利亚不太满意 他们觉得因为要找到的这片大陆 上面最好要有很多人 人代表劳动力 对不对 代表物产富饶 但一到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 没啥东西 对不对 就是原住民文化也很落后 也没什么劳动力 所以英国就很伤脑筋 说这样好 美国那边美洲 美国搞独立了 对不对 不要囚犯 我就送到澳大利亚 反正那个地方鸟不生蛋 我就带他们去开垦 种棉花也好 对不对 总比被法国人给占了 虽然梅鱼虾也好 就这样澳大利亚又成为囚犯 潜放的地方 澳大利亚真的是 都是囚犯的后代吗 我们稍坐休息待会 继续经纬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经纬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那当然在这个话题当中 我们喜欢把新闻的背后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那各位觉得如果喜欢 或对什么新闻有兴趣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YouTube上面我们会尝试的去慢慢深入的探讨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6月1号 美国军方国防部要公布UFO 他们过去美国军方收集到UFO的资料 这还在等到时候跟各位来分享 6月1号到底外星人不明飞行物 对不对 是不是外星人 好这件事 美国军方要说话了 好 那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从地图看世界 讲的是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澳大利亚当然讲得天独货 土地非常的大 当然这个冰河结束 实际上澳大利亚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它比较算是有一点温带气候 潮湿多雨 如果就纬度来看 它跟南非的卡普顿 差不多在一样的纬度 但两边的气候是截然不同 当然澳大利亚中间有大面积的那种 叫做泪斯 不能称沙漠 它就是非常的干旱 就长不出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灌木 黄土一片 对不对 实在也很难有农业发展 后来不都畜牧业 但在随后 在慢慢的过程中 英国的囚犯 当然也来到这片土地上 确实刚开始 真的是想要种东西 但是真的都种得不成功 只有后来像布里斯班 斯伊尼这一带 才慢慢的开始有了人类的居住 所以第一次库克船长 当时带着囚犯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他们是从斯伊尼旁边 大概15公里远的一个叫植物湾 登陆的 对不对 在前两年 我特别去斯伊尼旅游 还跑到植物湾去看看 体验一下当年 这些人怎么会选这个地方登陆 那个都礁石嘛 好奇怪 但是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太烂了 我们就往再移一下 就移到斯伊尼 现在这个达令港这个地方 好 所以回头讲澳大利亚在过程中 他们就后来因为工业革命 需要煤啊铁啊 澳大利亚就后来发现 他有运藏大量的煤矿铁矿 对不对 那些还有金矿 铜矿铝矿 澳大利亚的铝帆土啊 都是运到新西兰的南岛 最南边来提炼 成铝钉 然后再销到全世界 因为我们的南岛电太多水利发电了 新西兰大概15%的电 给澳大利亚来炼铝 在新西兰的土地上 当然污染很严重 虽然有有电费的收入 但污染也很严重 好 澳大利亚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开始要卖铁矿砂 他不炼钢啊 他卖 他卖 他就大 因为他产量太丰富 澳大利亚的煤啊 有一些是什么样的煤啊 简单讲叫露天煤矿 你就开个推土机在那推 推的什么 推煤 然后就装车 推推推装车 推推推装车 不像以前 那个电影里面人家挖煤 都要钻到那个矿井里面去 对不对 我曾经有一次啊 这个下过这个煤矿的矿井 我进去才知道 那个里面热到不行 怪不得有人说矿工啊 都穿短裤在里面做工 因为我下去大概 我记得才100多米深的矿井里面 下去以后 后那个汗就像 是在温暖一样 马上出来一身大汗 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工作 所以这个澳大利亚得天独厚 你看这个画面 他挖铁矿沙是这样挖 对不对 根本不要到地底下 好 那当然随着这个工业革命之后呢 澳大利亚开始挖煤 越挖越多 但各位要知道 这个钢铁这个东西啊 从古至今 历史悠久啊 铁器时代 各位听过对不对 有各种什么铜器啊 什么器 但各位要知道铁在人类的生活当中 占了95% 95%的金属是来自 来自什么 来自人类的这个用在铁这一方面 好 那当然我们还有金矿银矿什么矿什么矿 但那些都不能跟铁比 好 那当然回过头来讲呢 这个当年啊 这个如果以这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对不对 英国的炼钢当时很厉害啊 德国听说都是派间谍 混到英国去偷看人家怎么炼钢 因为炼钢的过程中啊 你要添加其他的像镍啊 铁啊 隔啊 这些东西啊 可以让这个钢铁的特性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钢我要有延展性 有的钢呢 我要有韧性就是怎么样 它的很硬或怎么样啊 这个更有不同 好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英国在钢铁整个产业当中拔得头筹 对不对 当年不是讲普法 也为了这个铁矿煤矿打仗吗 好 英国在整个钢铁当中啊 走了第一名 那接着呢 后来美国崛起嘛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大概1910年啊 这个一战更早 南北战争之后 开始需要建设啊 美国就开始发展 在五大湖区发展它的钢铁 美国钢铁大概有100年历史啊 很厉害 当时在全世界啊 美国钢第一 对不对 五大湖区 哇 那个全部是啊 这个炼钢啊 美国自己有铁矿砂 有煤啊 就炼钢 所以当时全世界接着打仗嘛 一战二战 要坐船啊 坦克车大炮啊 都要钢铁对不对 所以美国在那时候啊 牛的不得了 全世界都是看它 40%的钢产量 是美国钢 好 那随着时代的发展 钢这个东西啊 高污染 对不对 高耗能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但你要发展工业 叫钢铁 好 随着时间的发展 后来二战之后啊 日本也有一阵子搞钢哦 也拼命啊 知道 因为日本在二战的时候啊 后来会打败 他是没有钢啊 去坐船啊 坐炮 他没有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输了 所以日本在二战后 就一直在发展 各位要知道 澳大利亚大概有20家 铁矿砂公司 有8家 都有日本人的股份 对不对 价格 我就有话语权嘛 你看中国现在 每一年 要跟澳大利亚买的钢 有多少 从数字来看 澳大利亚敢那么 那么狠 那么牛 他是知道 中国需要他的 铁矿砂 澳大利亚铁矿砂在全世界 平良心价还真好 他的这个大概每一吨 大概现在行情价涨到 铁矿砂时 200块美金 他大概有一半可以练成钢 一般来讲 如果从巴西或印度 进来的铁矿砂 大概只有16% 能练出钢 其他是如渣 就没用了 对不对 所以澳大利亚的铁矿砂 行情好 澳大利亚的煤 在炼钢的时候 他的那个焦炭煤 专门炼钢都 也够好 他得天独厚 所以澳大利亚现在 在这种战略布局上 他为了要抑制中国的工业发展 对不对 我就跟你关系交恶 你最好将来就不要买铁 不用我铁矿砂 我就慢慢甚至不卖你 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一定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 因为毕竟来讲中国每一年 大概60%的铁矿砂时来自澳大利亚 你说有买巴西印度 什么很多国家的铁矿砂 加起来的总数还不到澳大利亚的一半 你就知道澳大利亚铁矿砂对中国都重要 中国当然自己本身也有 但60%要来自澳大利亚 要花多少钱 849亿将近900亿人民币 买铁矿砂来练 中国要那么多铁矿干嘛 有人说中国是为了基础建设 不是 各位要知道中国的制造业 需要的大量的铁钢这些东西 基础建设对固然要做桥 做有什么钢筋 什么铁轨 但是各位可要知道 整个产业 哪小道螺丝钉 什么电风扇 马达 你想哪一个里面没有铁 就连你坐户外椅摇摇摇 那也是铁架子 都要铁 好铁怎么来 自己练钢 所以中国的练钢年产10亿吨 10亿吨的粗钢 中国可以练粗钢10亿吨 中国自己大概要用掉7亿 再制造 有一些可以做其他的用途 大部分都要什么 进入制造业 又要做成各种 比如说在做不锈钢 或者是其他的钢 不同的钢材 各种形状要做 对不对 中国这些年也已经表示 要太中和了 对不对 钢铁这个东西 我们就回到点上 今天看整个美国的布局 世界的布局 实际上就是希望中国的产业 因为原物料的短缺 让中国的国力不要发展那么快 但是实际上在这里还真的要感谢澳大利亚今天 以前感谢美国人 今天特别要感谢澳大利亚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刚好在这个时节上 让中国开始加快产业转型 美国当年是炼钢大国 对不对 如今美国进口钢铁 美国一年进口八千多万吨 他把这种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走出去 对不对 他不做了 他开始做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时代在变 中国经过40年的对不对 经济改革开放 也应该走上产业转型的道路 当然讲起来没那么简单 你说明天我们就不练钢了 所有的产业通通转型 怎么转 他说我是螺丝钉工厂 我就是做螺丝钉 别的不会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是一个契机 所有的企业 实际上要看到这个问题之所在 世界局势诡决多变 不能永远大家等着政府政策 对不对 你看现在这个进口的铁矿 铁矿这种什么钢胚 就是中国现在不是把这个钢练完以后 一个钉一个钉 这样子一块块叫钢胚 这个还没有去金加工的 一吨已经交到5000块人民币 钢价一直在上 当然跟这个中澳关系的紧张 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中国的产业未来长远的发展 如果真的要走到碳中和到2050年 中国要慢慢的转型 让中国不再依赖大量的原物料 做一个制造大国 其实制造大国是有代价的 污染也不轻 耗能也不少 所以这一次澳大利亚真的是 谢谢他们 对不对 下了狠手 这个让中国政府也下定决心 产业要转型 那当然企业要跟上 不然你这种老工业 你可能真的要准备被淘汰了 所以如今世界局势 轨掘多变的时候 更是考验所有中国人的智慧 那大家来讲 这个就是周末两天 那祝各位周末愉快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说说您觉得中国的产业将来 我们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才在世界上更有竞争力 今天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